东西不放食,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 如果你肯放手,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 人的心若死持自己的观念,不肯放下。 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 五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,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贪废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。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。 六十点你有你的生命观。 我有我的生命观。 我不干涉你。 只要我能。 我就敢化你。 如果不能。 那我就认命。 六十一点你希望掌握永恒。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 六十二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。 不管他有多坏。 有多恶。 你欲骂他。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 你要想。 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 六十三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。 别人可以害我们。 打我们。 毁谤我们。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 为什麽。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。 六十四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。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。 就得先受苦受难。 六十五点世界原本就不容易。